大家好 我大概兩個星期前 嘗試了所謂的奈米除碳 鍍膜的體驗 我的一些朋友 都用視訊方式跑來問我說 真的有效嗎 引擎回春是真的嗎 因為一般來講 這種無碳的東西 剛開始那一兩天 比較有明顯的差異 之後又不太行 這個奈米鍍膜 我是每天會覺得 它那個油門的順暢度 只有越來越順 都不會說 又開始變比較鈍 比較像我當初行車時候的感覺 我現在已經完成第二次 除碳鍍膜 然後可以看一下 它的我拉轉速的情形 你看喔 它一千到三千轉 指針上升速度快很多 而且可以聽到 它那個進氣排氣聲浪 變比較飽滿 這是又更不一樣的東西了 又更乾淨 第二次鍍膜除碳體驗 我覺得油門又再輕了一點 還可以再輕 有 第一次就是兩千到三千轉 那個區域變很好拉 你看我現在在走地下道 我現在是完全離開油門踏板了 就變很會滑行 你剛才那一段就是一直滑 而且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小聲 對 你其實聲音比較小 它很像那種 離賽變比較通 吸氣變好 之前是拉轉速沒那麼快 可是轉速掉下來比較快 那像剛好顛倒 現在是拉轉速變快 然後滑行的時候那個轉速掉下來比較慢 那兩個剛好對調 第二次做完以後就是一千轉到兩千轉也變順 它範圍更廣 它順的範圍之前是兩千到三千 現在是一千到兩千到三千都變順 還蠻神奇的就是了 這是做完第二次 進氣除碳以後的感想 我們之後會做第三次進氣除碳鍍膜 看它還會進步到什麼樣的階段 請大家繼續收看我們的報導 掰掰